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更搞得定各方诸侯 上任后调兵遣将 声称六个月消灭共军 结果被韩仙楚和兄弟部队打得屁滚尿流 陈诚指责称病离职 日记上对韩仙楚的部队爱恨交加 说了一句重感的评价 韩仙楚是很难对付的旋风司令 不知道什么时候他的部队会出现 魏力皇绝对是抗日英雄 也是日军文风丧胆的国民党名将 接任陈诚职务后 命运如出一辙 评论与他的两位前任惊人一致 韩仙楚是个武将 动作之快 如同炫风般 1957年 韩仙楚任福州军区司令员 福州与台湾隔海相望 自然经常受台湾小谷国民党侵扰 当然 这些摆不到捉命的骚扰 根本不在韩仙楚话下 倒是真还风危害性强 韩仙楚总是预案在心 从军级到连队都有自己的应急预案 部队的抢险救灾 受到了老百姓的赞誉 韩仙楚一生奉行不为上不为居 只为实的信条 在军事理论上能大胆起见 时任国防部长的林彪 支持修令军队战斗条理 其中一节的内容是保存自己 消灭敌人 韩仙楚立马让秘书记录自己的建议 消灭敌人 保存自己 秘书小心翼翼向他报告 这句话可是毛主席的原话 不能轻易改变 韩仙楚说 积极消灭敌人才能保存自己 你卸上 有问题我负责 1973年 毛主席一声令下 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 韩仙楚来到兰州军区当司令员 在兰州军区 韩仙楚顶住了一股看不见的黑风 在批邓问题上 他面对军区将领的分歧 毅然决然拍板 邓小平仍然保留党籍 难道有反革命修正主义的共产党员吗 几天后韩仙楚参加中央会议 内容是要求各地批判邓小平 但是在兰州军区 就是没有批邓动作 难怪江青咬牙切齿说道 军队有两霸 一是许氏友 二是韩仙楚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